安平区公所要向到区府的要求 设立到疫苗注射医院的定期的服务堂口 一早就有民主来到这里 来接着找到的协作 因为说中央整个月注射疫苗定期 帮大家进行多些人 让我们会使用也很顺畜 但是对了年纪大中备来说 可能就要到三天了 因此区府要求公所和服务 是不是设立股堂口来做到服务 开放92年是出生以前出生的朋友 能够线上进行COVID-19的疫苗接种的登记 所以黄市长指示各区公所 还有服务堂口都必须设置单一床口 替民众接受民众的预约申请 本公所也成立的三线专线 接受民众的申请 无情借助辞议院定期北台 已经开放 让18岁以上民众来做登记 登记完成后就等到手机的简讯 来做到通知后 再组认有有点主持的时间到地点 1月之后民众会收到一个简讯 然后民众收到简讯之后 可以来区公所或者是护证单位 或者拿健保卡去各个超商 进行线上的接种登记 去国务上路第一天 安民公所的任何人员 并没有公开极 早前台有十多人 他电动是卡电位 来定期的比较比较多 尽管说这个任何定期是很方便 但是对到中备来说 当时无优主持的同样 还会不应一遍 南天新闻 简单一想安平菜烘饱饱的